生诞经莫丑 相约花戏楼 大家好 欢迎收看相约花戏楼 我是主持人马云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新视角黄梅戏《龙女》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 云花公主与江文玉私定终身后 云花公主被龙王怒斥惩罚并贬如凡间 故事究竟会怎样继续发展呢 我和观众朋友们一样 对下面的剧情也很期待 那就让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莫要看了 孟主她会答应的 哎 你哪里知道 她若答应了 降服小姐 岂不把我隐患 忘怀了 孟主 可是 她不答应 又怎么能成婚呢 这 哎呀 这孩子 她真难搭了 正公 庄远公 请 老相爷 请 哈哈哈 认似在上 瘦瘦森已摆 还是绵了吧 愿有不摆之力 庄元公 妙悠先生公 问长官群兄 少年硬彩 可细可火 全凭圣之慧言 恩此提谢 请问庄元公 高堂 安好 乘恩斯下问 秀胜爽情 早顾 文庭庄元 理智共鸣 尚未 晚婚 真是 老夫有一言 不知当讲 请恩斯辞教 老夫息下有意隐喻 倒也似得兼备 有意学配庄元共卫器 不知尊义日活 这 修胜不敢 告叛 诶 此来老夫亲自提起 火焰 告叛儿子 修胜 实难从明 莫非有些言其之疑 修胜怎敢 几位晚婚 计为晚婚 为火不云啊 修胜已幼幼在线 随未成婚 却已下平 平地是哪家千金 这 修胜 修胜 修胜静敢靠 谷重乔与 洞海 洞甩 满来 满来 庄愿公啊庄愿公 想不到你还会辩识说戏呢 数字并非细语 你再怎讲 举举誓言 你用这荒诞无疾之言 躺死老妇 你腿无力量 恩死不幸 这欲善乎便可为真 这 这就是龙女送给我们家公子的 首尊欺能焉耳无心 作纳薄亲之人 相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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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庆好友 锅不欠卦 满朝文武 少时就来获喜 祝庆 你好散准备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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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遠故,你要仔細鎮住,蜀親蜀種。 老恩寺,換親在寺在鄉,誰是誰被摸。 相爺,小姐喘待一臂,等候拜託。 拜託?我這個媽妹,小姐怎麼寄成這個樣子? 小姐說,婚姻之次,一進四處傳聞。 小姐她被狀元不嫁,要不然呢,民皆四大,寧願亦死。 寧願亦死? 小姐她,她要跳樓舞。 走。 阿喲,不好了。 壞女,這孩子帥都帥不掉住。 公子,死事不走,等待活死肉。 轉英公,轉英公,你不能走。 實話對你說了吧,這門親死,你雲也罷,不雲也罷。 老夫做主日 恶罪即刻拜塔 来人呐 伺候转人共给你 哪有这么不讲理 逼人拜堂的呀 来啊 送他至客房 好酒款大 是 你 你们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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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相爷 你甚至告我一拼荡草 亲了一世亚人 说是要进店面具 抓云空 抓云空 拜完话堂 明早上帝 活汉熬杀 是日祸死的 万万不哭 万万不哭 难道你敢违抗 义之日 此话正将 实话对你说了吧 咱们庆祝 乃太后 执意 庄元公的 抗旨 可不是好玩的 来来来来 给新郎冠 匹红带话 动约拜堂 这是日祸死的 这是日祸死的 日祸死的 一拜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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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有自立 二拜倒逃 成不忌痛 富气挑败 不作备为 送入洞乏 万万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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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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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沉显照许平安墙 捆绑夫妻增城市郎 公主痴情如永远场 我也来来看我的如意浪 狠心八道的黄尘乡 沉显河方当老房 谁在此处马成江 当时笑你活不长 活不长 我妈了真相你干怎样 哪来的丫头一往大枪 我是小姐媳妇人 铁绳娘换交真交真相 换你是真愁 爱是真相 何夜前来 爱为哪庄 千里猪蛋来看我 你不是空洒好心草 小姐已陪多远落 我来的树桃 我供典 我在这丫头 我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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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这相我个小姐嫁不掉亚妇 亚妇 亚妇怎么样 没人要 哼 未必我堂堂相福亚妇 还配不上你 小小树桶吗 嘿嘿 萝卜青菜 锅有所爱 你就是美得像朵牡丹花 我也当你是牛是吧 我说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小鼠童 小年既能抢你去 就不能抢你吗 他敢抢我我就 你就怎么样 我就上吊 太好撞 小鼠童要上吊 你绳子够不够长伤 要是不够 我这里还有一句 正顾 正的是你啊 哎呦 你帮我想死的 带瓜 这么大半天还听不出来呀 哪想到你会在相府上 你几时来的 怎么会来的 又怎么成了相府 好着好着 以后再告诉你 不用问 那小姐就是公主了 走找她们去 哎 又讲歹话了 妈又这个时候往洞房跑的呀 洞房 哎呦 公子现在不晓得有多高兴呢 妈咪呢 我 快说呀 我再也不上吊了 你呀 我再会闹放 优优独播 asks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望空心心 瞧月亮 真不深深落 安若昔滴滴滴 守山峰 堆月吻 阔曾照见岁 爱 花烟 风骨 池水 花梦 祝你 已是同志 依赖你 刀花呀 你能解满灰之冰 为何今夜 不幸运离 求你 祖我 森霜海 祖我 森霜海 战至北中 香不乐 我 森霜海 若此东方便有情意 清千昏昏绕 一夜之夜 日盼夜香 梦中寻 如今它离我 这样静 我 森霜海 四闻不动心 心跳舍 我 森霜海 一清代宿 请来热灯 快催浪 为我 先来尽 与未来尽 应亲满人 也要认 该今 Torem 视相不全境 倘若他将该境界 岂不是悠悠心惶惶旧情 盼他陷戴静 又怕他陷戴静 难退 又难进 我心虚乱纷纷 一方红灵情如意 此刻仿佛终前进 今夜夜长长可恨 我有喜旧知作喜悦 有几大人无意 千里跋涉回复去 我岂能去送两尘终身和 但愿他心疏誓言 世间阵 莫莫香痴或良 难道对座 道天明 一道天明 只得好颜将他喘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没太心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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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街得才兼备 令人钦佩 只因我又婚又再现 细心焰酒 君子不畏 这门亲死是哪从命 往小杰致情而退 恳请令尊大人受惠臣名 为小杰领下高门家许 岂不是亮专气美 此话当真末 此信此旨 觉悟更改 多有得罪小杰看 庄愿共 知识 你我回应是太后的 违抗生命 最悲情 君子 又有我眼闭心 从来因死也不变心 她已翻真情话 我两航细飞 朝生在柔风吹 一天如飞幅天透夕 一天如飞幅天透夕 一看年底六多春 我宣众要这样一步 多情之故意抱多英明 我宣众在云里浪去 我好春心 走着花千里 不不不不 小姐 我花一讲明 你万万不阔日词相乘 难道你忘了一夜之内 再进城相会 只约了我 禀卦 降了 再冒失你 降了 禀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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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rapport 禀卦 禀卦 神仙桥 荫荒 不心悲 荣荡极荣 荫荒 荫荒 同车铁肤似火烧 荫荒 荫草荣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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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 夫妻相逢 夫依一笑 那可温稍候 你流光 你流光 窝和露泽 枝离山湖木新水 enrollangleme europe 为何有的无根了 时辰满场里首了 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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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忘记了 宝花呀宝花 你为何不为恐惧之痛 欲望 宝花最好 满意礼上 礼上 供之为你深造玻璃打喜 近日有受剧痛折磨 欲望 欲望 何求你 你到此做事 我将信仲不仁 宋花凌家 来请供之 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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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我深造日子大难 叫我日火是好啊 相撞 欲望 公之因你把心烧里修 雄旁观不知修 只要能将我积极又回宗 思也不走眉头 柔能衣裳过柔柔 谁能知空却人流 就是要你血 小妖狐言 欲望 欲望 龙宫兴趣 商计凡人 性命难保 你 你好狠独的心肠 你我走 欲望 你还许聘上凌家 重回龙宫吧 我就是统死 也不回龙宫 欲望 你看不到 欲望 欲望 这 欲望 这 欲望 你还许聘上凌家 欲望 欲望 你 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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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be 快吧 毓山虎丢掉 不可立神 500 巧克力室 千玛 大丹河教 圣诞新聚丝书龙共 你盖党活嘴 龙后十嘴 龙后十嘴 远祸 尔尔尔 龙后 龙后 玉花 玉花 母后 而让 死住乃为娘 欠念修炼而成 可保我儿 从此不再 受那灵伤之苦 多谢母后 我快遍 六十万万 穿江湖 穿满江 我把一曲 动力一起 世界盛开 心灵花 心灵花 总是和散开 心灵花 我快遍 心灵花 我们的高兵 我快遍 儿子 能来得到 年轻人 年轻人 大学 戏终于看完了 这样一部作品 既让我们感受到了 剧情的精彩曲折 又给人们带来了 极大的视觉审美 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我们《向右花戏楼》 也会为大家带来 更多的精彩节目 最后还是带来 这部戏的演员 和主创们的访谈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这次我在这个 新视觉《龙女》中 代言的角色是龙后 当时把这个角色 给我的时候 还是挺有压力的 因为没有接触过 跟我以往演的角色 都不太一样 当时还有很多人 开玩笑说 你看乌云 那个马子很大 你站在旁边 你像吗 你压得住吗 对啊 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龙后 他又是像龙宫的皇后 这样的一个身份 所以他刚刚演这个戏 就传一下这个角色 跨度这么大 我自己开始 是有点接受不了的 所以当时院长 院长还讲讲 我当时分给你这个角色 他说 你还不高兴吧 讲 还有点那个吧 后来一直讲 后来你看演出来 你反而得到了这么多褒奖 好像 似乎比他们主要演员 得到的那个还多一点 自从这个角色演完以后 我就在想 我说那以后不管 分给我什么角色 我都愿意去挑战 因为这个过程还是很过瘾的 我在新视觉龙女里面演龙女和真姑两个角色 在A组里面演那个真姑 真姑这个角色呢 属于那种就是小花旦和泼辣蛋之间的一个很尴尬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 我以前在学校是没有学过小花旦的 一直是花旦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对我还是有一点点那个挑战 所以我就请教了吴老师 薇亚琳 就是老板正姑的扮演者 他跟我说 这个角色呢 你一定要是真实的去演 就是直接的性格 带一点点那种 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能感觉冲冲的那种感觉 因为毕竟是在龙女身边算是一个顶头的丫鬟那种感觉了 他说你不能做作地去演 其实两个角色一起演 我觉得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个挑战 因为他排练的时候是两组是同时进行的 所以有时候有打架是很正常的 我在新视觉龙女中扮演文歌女角 应该这个 文歌这个角色的年纪应该比我现在的十几年纪 大概要小个十岁吧 所以我有时候就很不自信 就一直都不自信 直到第一场演出 第一个笑点的时候 就是人好 性好 就是脾气不太好 就是那个地方 当时底下观众都笑了嘛 演到那一场的时候才开始 就想更加地去展现自我这种感觉 排练过程当中 我经常会很习惯地 就是做一些动作 都会是我以前在学校学那种小声行当的一些动作 就非常的城市化 我以前指都是 公子你看 但是导演现在叫我就是 你看 他就是整个动作都是很舒展很大的那种 这样的话 就对形象来说 对塑造这个人物这个那个文革这个角色呢 就会更贴切一点 香约花谢楼稍后精彩继续 香约花谢楼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放映后 江浙沪网四地连位 吹香文艺集结号 金曲 乐剧 户剧 规矩 昆曲 黄梅系 竟相绽放 竟展离元风采 梅花奖 白云南奖 演员轮番登场 带来韬铁盛宴 东方之韵 既会江南